現在大家都在說 這個藍白河到底要怎麼合呢 郭正亮就說侯友宜這一點是對的 哪一點呢 我們待會帶你一起來看 那韓國瑜需要做整件事情 那是哪件事情呢 是擔任這個統括的角色嗎 好我們繼續來看到的是侯友宜 他說這民調呢 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藍白河他認為說 應該是要制定給SOP 確定彼此的理念價值 還有政策合作 定下公約綱領 再來討論下一步的事情 不過這個民眾黨的部分呢 他說SOP就是要以民調名義為基礎 那現在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游盈隆則說 從非常多的跡象 其實可以看到總統大選的 所謂的藍白河 是一場無聊的春夢 好選戰已經回歸到 綠藍白三方的競爭局面 恐怕這個棄保大戰是提前開打了 好另外要來看到的 這是兩份的一個最新民調 首先來看到這次YouTube頻道的 放唐風報 他們所做出的一個民調 這個問題是問到說 民眾黨提議 比民調來決定 藍白河的正副總統人選 您是否贊成呢 是有百分之七十八的民眾 他們是認為是贊成的 好另外來看到說 您是否會看好藍白河呢 好另外來看到這個也是 這是雅虎奇摩所做出的民調 是有百分之將近三十的民眾 是非常看好的 那有百分之二七點六的民眾 還算看好 但是呢 有百分之十九點八的民眾 是不太看好的 另外百分之十六點一是 完全不看好 所謂的藍白河 好另外來看這個是 郭正亮的說法 他認為說韓國瑜在整個 藍白河應該要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他說呢 韓國瑜如果真的要參與的話 要有一個授權的過程 因為他覺得藍營實在是太複雜了 不知道誰代表著國民黨 他認為說 侯友宜覺得對國家 有一些比較大的目標 好要定下一些理念 他認為這一點會是對的 那至少認為侯柯還是要先見面 先坐下來談 才有談判空間 好另外關注到的這個是蔡壁如 他說呢 如果這個國民黨認為說 自己擁有的是雄厚的組織的實力 有14個縣市首長的資源的 就可以贏得2024的話 那他就直言了 那他就不知道藍白之間 到底為什麼要來合作呢 好接著想要請教大千哥的事呢 當然現在我們都說 藍白河 藍白河 那要怎麼合呢 好其實各方有非常多的 討論的話題 那目前看起來 侯友宜他認為的 跟這個柯文哲主張的 好像不在同一個頻道上頭 因為呢 侯友宜他還是認為說 要制定一個SOP嘛 可是現在感覺柯文哲 他的態度跟立場 都是比較強硬一點 他認為還是要用民調來決定 到底誰是正負人選 那到底要怎麼合呢 以及後來這個韓國瑜 他真的有像 可以有辦法 像先前說出的這樣子 擔任統括的角色呢 好想聽一下 大千哥您怎麼分析 他看到的兩份不同的民調 都反映出來同樣一個事實 就是大多數的民眾都期待 而且支持藍白合作 而且大家都認為用民調的方式 顯然是一個比較公平 跟客觀的模式 那這不是任何政治人物的談話 而這是從兩份不同的民調當中 所反映出來的民眾的意見 那麼第二個重點是 藍白既然是要合 既然民眾的期待是如此 先不管什麼SOP了 大家在這個時候也不要鬼扯了 就趕快坐下來先談一談吧 談第一次有這麼難嗎 就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雙方都在放話 說我們藍白要合 然後彼此都提出了一些訴求 那既然有這些訴求 難道不能見個面談一下嗎 就民眾黨要聯絡 國民黨有這麼難嗎 國民黨主席要聯絡一下 柯文哲有這麼難嗎 就現在都在空中 互相放話的階段 那到底是要合還是不要合嗎 就現在感覺起來 大家都說要合 只有合才能下架民進黨 可是顯然大家又不太想合 因為在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 至少在像國民黨方面 國民黨竟然認為 自己是家大業大 我們是一個泱泱大黨 我們難道不能主動 聯絡一下民眾黨 朱立倫主席難道不能夠 儘快的跟柯文哲主席 先坐下來談一下嗎 先不管彼此的SOP是什麼 先談一下總可以吧 就你如果連談都沒有談 現在講一些什麼大道理 要有SOP 什麼要有共同的理念 這些東西不都是要坐下來談 才能夠談出來的嗎 難道現在靠媒體 就可以談出個SOP 靠媒體放話 就可以有共同的理念嗎 所以這就是回到 郭正亮所提到的 不管怎麼樣先談一下再說 現在距離這個總統大選 候選人登記時間 只剩下不到40天了 各位知道40天要完成一個藍白 兩個原本是細出不同元政黨的合作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現在彼此都還不坐下來談 只會講一些大原則大道理 講一些空話廢話 那就不如別談了 你就直接直白的告訴台灣民眾說 我們不想談 我們要護各自的利益 我們要顧自己政黨的立場 所以我們就算分裂 也就算保送賴清德 我們也在所不惜 就講明白嘛 何必讓台灣的民眾 現在心懸在那裡 掉在那裡 每天都在等待 每天都在期待 可是看到的就是 無窮無盡的廢話跟空話 這不符合台灣人民 現在希望下架民進黨 這樣的一個主流意見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 要認真思考 要清楚想明白這件事情 就接下來 如果大家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最後的結果就是保送賴清德 40天之後民進黨就可以放鞭炮了 賴清德什麼事都不用幹了 也不用到校園去 接受年輕學子的對話跟提問了 他躺在家裡就當選了 這是難道是我們今天 藍白陣營大家的期待嗎 藍白陣營的整合 之所以需要一段時間 最主要的原因是藍白陣營的選民 是完全不一樣的選民 很多人拿國慶河來當例子 說國慶河一個禮拜就合了 所以只要有一個禮拜的時間都可以 這樣的想法太天真了 藍白不是國慶 國慶河那是因為當年的國民黨 跟清明黨的選民是系出同源的 我們都是深藍的選民基礎 所以我們要整合選民的集合 這個集結是非常快的 選票的流動不會打折 可是今天藍白和彼此的選民是不一樣的 國民黨的選民對柯文哲有疑慮 民眾黨的選民對國民黨這個有心結 如果今天彼此沒有一套公平客觀的方式 有公平客觀的流程 很多人講說民調會灌票 所以民調不准 那我好奇了 如果民調不准 各個政黨的黨內初選就不要用民調啊 你自己的黨內初選都用民調了 然後現在整合的時候 你忽然跳出來說民調不准 有一些民調專家現在說民調會灌票 那這不就是你民調專家的責任嗎 民調專家難道不能夠藉著民調的設計 民調的流程 民調的日期的避開錯開 讓灌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嗎 如果民調專家都跑出來跟你說民調不可信 因為民調會灌票 那麼以後誰要相信民調呢 今天時間已經非常的急迫了 剛才曾榮給大家看到的 這些民調的數據 78%贊成用民調來進行藍白的整合 54% 將近55%的選民 期待樂見藍綠能夠整合 藍白能夠整合 這就是民意耶 今天不管是國民黨的高層 或者是民眾黨的高層 你們每天口口聲聲的在講成功不必在我 現在是讓你們表現成功不必在我的時刻了 如果你們每一個人都認為成功必須要有我 成功不能是別人 那麼你們就別在這裡跟大家鬼扯 什麼成功不必在我這種漂亮的空話 所以如果今天藍綠 藍白政黨的這個高層 沒有辦法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藍白和當然會讓我們擔憂 會走到像游盈榮老師所講的 最後就是一場這個華麗的春夢 大家開心一場最後結束 穿過水壺痕什麼都沒有 我相信這不符合 台灣現在大多數民眾的期待 如果藍白不能和就是保送賴清德 藍白不能和就是把台灣推向戰爭 藍跟白的政治人物 藍跟白的黨主席 你們必須要想清楚跟認清這個問題了 好 非常感謝大謙哥帶這麼精彩的論述 大謙哥講得非常好 因為呢其實現在時間已經破在眉睫了 那最後的這一里路 到底有沒有辦法完成整合呢 也呼籲藍白的高層 真的要放下陳建來好的來談一談 好 當然現在我們繼續來關注 是2024總統大選藍白和這樣的議題 柯文哲他是建議要進行五次的民調 輸的一方要成為輸方的副手 好 那現在呢這個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要扮演的是統括的角色 要協助整合藍白銀 郭正亮就說了 韓國瑜如果是要參與的話 要有一個授權過程 不然整個統括的角色的話 要協助藍白和這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韓國瑜我覺得應該是在 諸侯跟柯唐完之後 那如果有一些狀況 不好討論韓國瑜才有介入的空間 因為他畢竟不是第一當事人 不過我覺得即使如此 還是要經過授權 不然因為國民黨裡面的 國民黨裡面的大人實在太多 那我跟你講這個 我認為 侯友宇回答的越晚 他的民調就會繼續跌 因為社會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搞半天都 不能夠弄出一個標準出來呢 那人家看不到頭嘛 不然你講出你的方案嘛 或者各種家權的方案 我也沒有意見啊 就是你要講出來嘛 對啊 比如說你認為 我的公職數也要做一個家權 等等等啊 反正你要有方案嘛 你如果都不回應 因為柯文哲就是一翻兩瞪眼 就是我就只有民調 因為坦白講 他也只能這樣提啦 因為民調 民調是他唯一的籌碼嘛 講白了嘛 現在他最有利的就是民調 就是他個人 他個人最有利的因素 就只有民調嘛 對 那可是你需不需要民眾黨的票 現實就是需要嘛 所以我覺得 目前這個局給我感覺啦 因為美利島的民調剛出來 柯跟猴剛好交叉 又交叉 我就是柯就上去了 猴就下來了嘛 那最近猴又沒有做錯事 就是藍白拖嘛 我講白了嘛 就因為你這件事情耗著 然後有些人反彈嘛 這樣耗對他就耗損了 當然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情緒性的啦 也不是說真的不喜歡猴友贏 就覺得說怎麼搞到現在 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精神大陸 教導師 學習 作詞 作詞